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双膝八甲补选西蒙惨败 西蒙和国阵联手这个方程式呢 这回似乎不灵验了 那早前新骨毛补选获胜之后 团结阵营还是信心满满 现在吃了败仗 内部开始有人发出声音 质疑西国联军的方程式 质疑未来还要不要继续合作 国阵树里主席穆罕默哈山呢 今天就说国阵最高理事会呢 还没有讨论 来届大选跟西蒙合作的这件事 但是他说呢 国阵其他成员党 如果有谁感到不舒服 欢迎他们把问题 带入他们的会议讨论 那默哈山说 目前他们还没有召开会议 所以会有很多假设性的问题存在 但他相信国阵主席阿莫扎西 会把课题带入会议中商量 默哈山也呼吁马华和国大党 对于来届大选的合作 有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共同商量 大家就早点提出讨论 免得互相之间产生猜疑或是受到困扰 除了巫统第二把交椅 今天的巫统老大阿莫扎西也告诉媒体 国阵和希望联盟一起应战来届大选的课题 确实应该带入国阵最高理事会去讨论 而其中一个原因呢 是为了让团结政府旗下的政党 他们竞选的议席不会出现重叠 事实上呢 全部政党都应该提早部署大选的工作 如果到最后一分钟才行动的话 就可能跟不上千变万化的局势变化 至于有记者问扎西 马华和国大党是不是出现不融洽的声音 扎西形容这种看法不正确 在多次的团结政府最高理事会会议中 马华及国大党主席 熟理主席或总秘书都有出席会议 并给予一些看法 在他看来 国阵成员党之间没有什么问题 扎西呢 今天在霹雳江沙区步代表大会致辞的时候 就再次提醒党员 政治里没有永远的敌人 大家就一起跟希盟合作下去吧 因为他说巫统必须要认清一个现实 他们在第15届大选惨败 而现在的巫统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骄傲了 而巫统也要学会感恩 扎西说要记得上一届大选 当时候赢得更多议席的希盟 是主动的向巫统献议一起来组团的政府 还愿意让出大臣和多个重要的职位给巫统 那这是扎西的说法 再来看到过去两天 各界都在高度讨论 希国联军在双西八甲补选惨败的情况 新周有篇分析报道提出这样的概念说 国盟是以乡区包围城市的打法 攻下双西八甲州习 具体来说就是国盟一党以乡区的支持率 围攻希盟在城市的投票区 同时因为华人和印度人有很多没有出来投票 加上马来选票也没有真的回流希盟 就让国盟占了优势 甚至还赢得不少年轻选民的支持 那针对华人不出来投票 印度人的投票率低 分析员不约而同地认为 这是选民给团结政府发出的信号 政政学者黄进发就说了 华裔选民是在抗议 首相安华把非马来人的选票看成是理所当然 认为华人一定会投给希盟 所以才会有很多华人不出门投票 另外理科大学副教授阿兹敏就认为 团结政府只是专注在争取马来选民的支持 这就让一些非马来人感觉到自己没有受到尊重 这些都是分析员认为 非马来人对双膝巴甲补选反应冷淡的各种原因 至于在补选中狂胜的国盟 今天一党团结局主任哈利马发文告说 马来人作为我国最大的族群 新的政治应该要由马来人主导 他形容国盟候选人在补选 已超过4200张多数票狂胜 这显示了国盟不只能够获得马来选民的支持 也获得非马来人的信任 这名一党领袖还很自豪地说 他看到非马来选民已经开始接受国盟的政治斗争了 一党向所有选民致敬 并向马来西亚各族人民伸出友谊之手 见证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